唱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在从学术上和实践上推动和促进山西心血管病学领域的创新八甲,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患者的健康,就是医务人员最大的愿望。 这是2018年7月20日到22日在台元教开的第七届龙城心血管病学会议及山西大心血管病专业基层医生培训会上。 本届大会主席,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理学文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逐举概括。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山西省健康协会,山西省协会,山西省医学会,山西省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主办,山西省人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山西省心血管病, 派元市中心邪霸,在各位专家和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帮助下。 龙城心血管病学会议,成功举办了六届,已经成为山西省心血管疾病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血书盛会。 本届学书会议将继续递成国内外心血管专业的最新研究进展,内容涵盖了心血管病学学术热点, 骂病防治,进入,危机重症处理,指南共事件西级手术演示等, 增上了心脏外科,血管外科,心血管外科,护理论坛等都个板块。 亲力共建多学科,多方位协作的整体观,力争为大家呈现出一场形式多样的学术盛宴。 特别是手术直播中,一位接受支入永久起搏器的女性患者,怀孕23周,三度防止传道组织,常规起搏手术需X线引导。 但是X射线将被害胎儿,为了保证母子平安。 山西大理学文主任和向小军主任齐心协作,在心腔内超声导管引导夏林射线为患者成功支入永久心脏器搏器。 山西大新内科,完成了全球首例在超声宜岛下林射线心脏器搏器之入术。 本次会议开幕是由高宇平教授主持,出席嘉宾由李学文教授,肖传施教授,刘少婉教授,王英全会长,高国舜厅长,查志凯秘书长,王伟明教授,李吉元教授,韩学斌教授。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的王伟明教授,做了题为结合对西斯坦密剧栏与诊疗时间的主题演讲。 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的刘少婉教授,以王叉的导管笑容进展为题发表了演讲。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的李学斌教授,以心脏器搏进展,ESC稳定性关心并整治共识解读,为题发表了演讲。 来自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的李学文教授,做了题为心力刷接进展的主题演讲。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的郭敬鸿教授,以2018心力学进展为题发表了演讲。 本季会议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多角度共同呈现的形式来进行,交流形式灵活多样,取送内容丰富精彩,通过一系列的课堂讲授。 全面展现了今年来,心血管病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趋势。 在广大参会心血管病领域的医务工作人员耳目一新。 不需此行,是心血管医学领域,临床与科研成果的学术盛宴。 相信此次会议,并会极大的促进山西集中边省市地区的新血管病相关的临床诊疗技术水平,研究水平及学术水平的提高。 培养住一大批拥有过益专业诊疗技能的医疗团队。 中心住院参会人员能够博彩重家学术,开拓视野,收获友谊。 感谢关注,欢迎分享我们其他自媒体平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